大家我是懒人芳芳 今天做一道鸡脚炖鲍鱼 今天买了几个新鲜的鸡脚 把它清洗干净 还买了几个鲍鱼 这鲍鱼已经叫老板去除内脏了 把它刷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鲍鱼壳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把它翻过来 把鲍鱼壳也刷一下 等一下把鲍鱼壳一起放进去煮 以后把它改一下花刀 食材处理好后 把鸡脚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放些姜片 一些料酒 鸡脚煮出水沫后 把它夹出来清洗一下 以后把它倒入一个砂锅里 放入鲍鱼 和一些瑶柱 瑶柱有天然味精致称 放点进去非常鲜美 再放一些虫草花 几个红枣 两片姜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尽量加多一点 稍微翻一下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90分钟 可以了 把上面的油去掉 不然等于是喝的时候会比较油腻 最后放一点点盐调味 这样煮出来的汤非常浓郁 吃的比较淡的不放盐也可以 煎就做好了 盛一碗出来就可以开吃了 这道汤非常的浓郁鲜美 真的非常好喝 外面卖几十块钱一碗 家里几十块钱都可以做一锅了 真的非常好喝 赶紧试一下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